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 我是Sanny 这周大盘调整为主 行情清淡 标普500指数在年线上方 并且有60日线 20日线的多条均线支撑 走势相对稳定 未来一周要看是否会在区间内窄幅整理 在4400点和4500点之间持续震荡横盘 等待市场出现新的消息 如果消息利空 一举击穿年线 那将是今年多次击穿 总的市场氛围将转向悲观 如果年线守住 哪怕用时间换空间 长期横盘 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纳斯达克指数本周连续下跌 星期三跳空下跌的缺口还留在那里 星期五更是在多条均线下方收盘 趋势并不是十分乐观 根据对称性 本次纳指回落到13200点 图形仍可以看得顺眼 如果快速跌破左肩 甚至跌到一万两千五百点 那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 让投资者情绪变化的大事 是恐慌情绪的表现 如果一路阴跌 花个一两个月 跌到前期低点 一万两千五百点 那大盘有可能进入熊市 考虑到美股急跌比较多 阴跌不止的时间少 概率上不太会有持续阴跌的出现 那么美股如果不大幅下跌的话 现在估值是历史相对高点 也很难在货币紧缩的环境下 大幅上涨 如果美股长期横盘 有没有可能呢 实际上 道琼斯指数已经用实际行动 走出了长达一年左右的横盘了 一年前道琼斯指数是三万四千点 现在它还是三万四千多点 横盘区间有时冲一冲 有时破位 但是最终其实都是假动作 一年下来基本上不涨不跌 这样的长期横盘 向上突破是假突破 向下破位也是逗你玩 如果用技术分析来炒 这一年的道琼斯指数 那真的是追高杀跌 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 如果标普指数和纳指也上涨乏力 下跌又不甘心 最终花上一年半载 走出横盘 赚钱效应将不复存在 投资的几大类资产当中 像房产 就是猛涨一波 然后就长期横盘 长期下来收益率也还是跑不过巴菲特 但是房产有一个特点 它不好交易 所以比较稳 纳指龙头权重股和房产的投资属性很接近 涨的时候很快 调整的时候却要花很多时间 拉长了时间 最后年化收益率就很平庸了 横盘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横盘区间里面追涨杀跌 反向操作 有限的资金消耗在横盘相体当中 我这一周的交易并不很理想 两组期权到期落袋为安 主仓位 英伟达连续下跌 将考验年限支撑 英伟达和AMD两支芯片股 AMD更弱一些 仓位很小 问题不大 那英伟达将再次来到年限位置 会有一定的概率获得支撑 年限位置反弹是比较有可能 跌破年限就会引发技术派止损杀跌 特斯拉最近利好不断 股价透支回落 美国德州超级工厂开工 这是今年继德国柏林工厂开工之后 又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这样上海工厂在全球特斯拉产能的比 将会慢慢降低 特斯拉之前的产能是依赖上海 中国市场也相当重要 而目前的国际形势 不免让人担心逆全球化和中美脱钩的潜在风险 马斯克的新链一下子就帮到了乌克兰 军事上非常厉害 佩洛西正要去台湾 临走前却得了新冠 这些消息都非常敏感 中国以外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可以说是越多越好 以稀释中国的政策风险啊 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 必然会考虑政策风险 在这种风险面前 投资者不应该带有国家感情色彩 投资损失就是损失 花旗集团在俄罗斯可能会有100亿美元的风险敞口 分析师估计花旗要损失一半 麦当劳退出俄罗斯市场 苹果也停止俄罗斯的产品销售 麦当劳关闭俄罗斯门店啊 仅这一项就有可能每个月损失5000万美元 还好这些跨国公司到处投资 一个地方亏大发了 也不至于煽金动骨 所以特斯拉德州工厂开工 相当于投资组合多元化 风险对冲了 德州工厂开工仪式有几个亮点啊 这里要生产Model Y 还会生产电动皮卡 Cybertruck 马斯克还说要开发无人驾驶出租车 大规模量产 特斯拉FSD目前只是二级驾驶辅助系统 还达不到四级 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提出的自动驾驶等级当中 L0表示人工驾驶 L1表示辅助驾驶 车辆能对方向盘或加减速中的一项提供帮助 其他的要人来处理了 L2表示方向盘和加减速度多项操作都可以自动 剩下的人来做 目前认为FSD在这个层级 L4是在限定的道路条件下 车辆完成所有驾驶操作 人不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 可以想象在四级自动驾驶的情况下 司机可以想干嘛干嘛 五花八门 最高级的就是L5了 这车不怎么需要方向盘了 人只要坐进去就行了 出租车无人驾驶 那理想的状态是五级 四级还不怎么靠谱 如果要大规模量产自动驾驶出租车 那意味着技术还将进一步升级 一旦成功了就是重大利好 这是特斯拉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否则一个电动车并不比燃油车复杂 自动驾驶汽车有许多优势 比如真正的自动驾驶会降低交通事故 毕竟人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疲倦等等的问题 而机器不会 人开车的时候讲话 看手机 甚至有人会在车里面发生吵嘴 这些情况肯定是比机器自动开车要危险的多的 有一些场景 自动驾驶将发挥绝对优势 比如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车上乘客可以先下车 然后车自动跑去停车 现在你去热闹的市中心试探看 是不是绕三圈找不到停车位非常恼火 而自动驾驶它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自动驾驶成熟之后 市场结构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出租车司机没有工作了 交通事故减少了 车祸也少了 摩根士单力预测 自动驾驶电动车每年将为美国节省1690亿美元的燃料 提高6450亿美元的生产力 不过自动驾驶是远期的利好 现在还没有那么快 近期的利好是拆股 时间基本上也可以预测 很可能就是财报日4月25日盘后 财报也将对股价有所提振 说到财报 27度财报又将陆续披露 财报引发股票波动在所难免 下周会有几个重点财报出来 4月13日 JP摩根 4月14日 富国银行是本财报季较早发布财报的公司 银行股目前股息率较低 逐渐失去投资价值 对俄罗斯制裁也会造成一些银行的损失 比如对俄罗斯资产的损失 辉率的损失 以及交易上的损失 4月14日台积电发布财报 俄乌战争导致芯片供应链上游 部分材料大涨 比如奶器 台积电应该会有库存储备 预测季度营收增长31.4% 利润增长32.3% 但是Earning Whispers 对台积电长期短期趋势预测均为下降趋势 美国议长佩洛西下一步访问台湾 台积电受台海局势影响有一定的压力 4月13日 达美航空发布财报 可以看到航空板块的复苏 预测季度营收大幅增长111% 利润增长62.5% 不过股票不一定会有很强劲的表现 因为疫情影响基本过去了 航空业复苏是名牌 名牌就不会有意外的惊喜 所以股票也不会有意外的惊喜 跨国公司停止俄罗斯的业务 战争和制裁又影响了产业链 二级度财报有一些公司的业绩 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会不会是很不乐观的一个财报季呢 它就要来了 好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